有一万一千零九十五米,是目前已知地球上最深的地方,知道者寥寥,到此一游者更是寥寥,无奈,人类卫星都冲到太空偷拍泥王星监视火星侵犯月球了,可是连地球上最深的地方都到不了呢。 1966年,潜水艇刚刚抵达这里20分钟,就被迫返航,由于海底压强太大,而潜水艇随时有不堪负荷爆破危险,汉险海底最深处的任务就搁浅了,直到2009年,人类才有幸再次失足。 这一次,探险家们有了大发现,在地球最深的地方,暗如天日,竟然还有生命迹象存在,海底怪兽,美人鱼,地心人,而潜入玛米亚那海沟深处最知名的探险家,当属詹姆斯·卡梅隆,你可以不认识他,但你一定看过他导演的大片《泰坦尼克号》《阿凡达》,在卡梅隆长达三小时的海底探险活动中, 他们发现,地球上最深的海沟里,竟然生存着68种未知新生物,但是,在海底一万米深处,最诡异的还不是这些奇奇怪怪的海底怪兽,而是玛利亚那海沟海底,竟然频频发出神秘声波,看为广,声音辨识度高,很快引起人们高度重视,但海沟里的声音来自哪里,还是未解之谜。 2015年,第一个麦克风被安置在《挑战者声源》里搜索声源 目前科学家尚未确定声源来自何处,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声音与众不同,应该是一种死前从未见过的巨型鲸鱼发出的声响。 为了找到究竟是谁住在地球最深处,并发出了神秘声响。 科学家们计划,在2017年放置另一个录音器,加一部摄像机,到玛利亚那海沟最深处,继续追踪神秘物种牵影,包括卡梅隆在内。 还有许多公司都在筹备,继续潜入海底深处探索更多。 毫无疑问,人类对海底世界的认识少得可怜。 比如,地心世界真的存在吗? 作为地球上最深的地方,玛利亚那海沟深处是否有通往地心世界之门? 还有很多神秘有趣的未知犯险,等着。